1.靠谱做事 巴菲特说 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 在生活里 聪明的人比比皆是 但是靠谱的人少之又少 之前公司买了两位实习生 林凯和小林 一开始 众人是比较喜欢林凯的 虽然说两个人能力相差无几 但是林凯能说会道 很快就跟老员工打成了一片 相比之下 小林就显得沉默许多 可是几个月之后 在决定两位实习生去留的问题时 大家却一致 把名额给了小林 原来 他们两个人的表现 让众人的观感 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林凯经常前一刻跟你打包票 一定把事情办妥 后一刻呢 已经把叮嘱抛到九霄云外了 做起事情来马虎不已 丢三落四 其他人反而对为此 查缺不漏的 而小林的做事 却让人放心许多 事实有回复 渐渐有着落 经手的工作都能事无巨细地完成 在生活工作中 能说会道的人胜在一时 靠谱的人呢 却赢在一世 如果说做事能让人放心 那人生之路自然就越走 越顺畅 如果经常捅出楼子 就会慢慢失去他人的信任了 刘雅曾经这样教育女儿 做事不能做表面功夫 一定要做彻底 做到根上 做人呢 也该成为一个有责任心 有担当 可靠的人 与其马虎敷衍 失去他人的信任 不如踏踏实实 去赢得他人的认可 把事做得让人放心 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能力 也往往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二 睁眼看人 宋国藩说 一生之成败 皆惯乎朋友之贤否 行走一世 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 走多远 飞多高 有时不仅取决于自己 还取决于身边的人 我堂哥在大一时 经常与社友 通宵达旦地玩游戏 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年 后来 大二的时候 换了一个宿舍 新的社友啊 都是颇有上进心的 有的专注于学业中 有的自己搞了项目 在前一末话中 堂哥也加入了 他们的圈子里 跟着他们 或是一起往图书馆跑 或是讨论学业工作的事 古人云 与善人交 如入知澜之事 与恶人交 如入鲍鱼之死 与错的人相处 会让你不知不觉中 陷入泥潭中 与对的人相处 会如任务戏无声一般地 改变着你 在香港商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为富豪工作了几十年的司机 打算辞职 富豪念着几十年的交情 想给他几百万 没想到 这位司机拒绝了 他这样解释道 我为您开车 您坐在车后打电话说 想买哪个地方的地皮 我也会去买一点 您说 哪只股票值得留意 我也会去买一点 渐渐的 积累到现在 差不多有一两千万的资产了 有时候 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有的人拉你入水 成为你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 有的人助你扶摇直上 成为你人生的转折点 所以在生活中 睁眼看人是很重要的 欲善者 则贤而处之 欲不善者 敬而远之 三 宽心过活 漫画家蔡智做过一个比喻 如果拿橘子比喻人生 一种是大而酸的 另一种就是小而甜的 一些人拿到大的 会抱怨酸 拿到甜的 会抱怨小 我喜欢的一个小故事 跟这个比喻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两只老虎 一只在笼子里 一只在荒野中 两只老虎都认为 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 互相羡慕对方 他们决定交换身份 开始时十分快乐 但不久 两只老虎都死了 一只饥饿而死 一只忧郁而死 其实我们多数人 就如这两颗橘子 这两只老虎一样 一味地埋怨 却对自己生活里的幸福 视若无睹 李银河曾说 享受自己所拥有的 不羡慕自己所没有的 这样才能保持愉快的心情 其实呢 多取细心体察生活 会发现小确幸无处不在 你身无残疾 可看缤纷世界 可行远方千里 这是一种幸福 你满身疲惫 你满身疲惫回家 幼儿卧西 家人在侧 这也是一种幸福 适当地去降低自己的幸福意志 藏匿在不经一处的诸多美好 都会迎面而来 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有自己的皎洁和黯淡 如果喜欢抱怨 即使身拥良田千情 也会哀声叹气 如果拥有好心态 即使身躯漏像茅屋 亦能过得 宜然自得 日子好坏 世间美丑 不在于外界 而在于内心 学会以平常心 生情味 以柔软心 除障碍 去拥抱那些美好的 放下那些失忆的 我们应该记住 站在幸福里 仰望幸福的人 永远不会幸福 幸福从不在远方 而在触手可及之处 人这一生啊 所谋不过事业 有些许成就 所求不过是尘世中 有几分幸福 靠谱做事 能让我们人生之路 越走越开阔 越走越顺畅 睁眼看人 与强者同行 与优秀者并肩 会让我们飞得更远 宽心过活 无论得意还是失意 都能把生活过成诗 愿我们都能活出 自己想要的样子 触摸到自己 想要的生活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 波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认真地理解你啊 觉得去为你奉长作息 我一直都会记得 一句话强大都忘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